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斯福泰随意,穿条纹T恤配牛仔裤,看着没有明星架子。 在所有的元素中,条纹可谓是一种很抢手,又很有细节感的元素了。 虽然它在时尚界存在了那么久,但是热度可一直没有退散,还是那么的受欢迎。 虽然都在说,时尚个性,可能多年之前流行的元素,现在也依然会好评如潮。 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条纹单品,虽然看着简约,但是却既休闲又高级。 而且条纹也是应用很广泛的一种元素,不管是服装上,还是在配饰上,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那么条纹元素之所以一直不过时,原因是什么呢? 其实就是它的百搭性。 不管是初入职场的干练与洒脱感,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休闲与时尚感。 或者一些知性与清熟,它都能驾驭。 同时不管多大年龄的女性,也都能将条纹驾驭得很好,穿起来显得温柔又有气质。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,都比较喜欢在服装上增加一些条纹的点缀。 不仅能够修饰整体的穿搭,还能带来一些细节与气质感,让穿搭更加有造型感。 就像迪丽热巴,一席条纹T恤,虽然看上去有些简单,但是却不失了优雅与质感,而且也摆脱穿搭的枯燥。 因此也不得不说,迪丽热巴真没什么明星架子,似乎简单又随性,很适合日常穿搭。 迪丽热巴的穿搭分析 条纹衫 在日常生活中,T恤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单品,不仅能够解救穿搭的枯燥感,同时也能够增强整体的气质与时尚性,穿起来也显得很大方。 但是相比较一些纯色的T恤,条纹T恤在外表与形式上,能够带来一些优雅与休闲感,上身也显得很nice。 而且白色底蕴加上黑色的条纹,颜色世上比较重规重矩。 不会显得很花哨,穿起来也更加的唯美。 重点宽松的版型也适合大多数人穿,不会有任何的紧乐效果,穿起来轻松舒适又潇洒。 牛仔裤 在整体的搭配上,与体恤比较能结合在一起的,大概就是牛仔裤了吧。 这种穿搭方式不会起到任何的俗气感,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平淡。 但是却充满了气质与时尚,比较适合在日常生活中。 约会、逛街或者休闲场合中搭配,穿起来也很随性。 重点宽松的酷型,对于下半身粗壮的姐妹来说,也显得十分友好。 既能遮掉腿上的肉肉,视觉上看,也更加的显瘦显高。 条纹单品该如何选择? 其实有时候想要选好条纹单品,只要根据自己的身材选就可以了。 例如微胖星,在选择条纹的时候,以束条纹为基础款。 因为束条纹是一种纵向延长的线条,因此当微胖人群穿着的时候,能够将身材线条起到上下延长的效果,所以在穿着上就十分显瘦。 但是也不是说微胖人群不能穿横条纹的单品,只是要选择间距适中。 不能太密也不能太宽,否则都会有显胖的效果,穿起来也是不太美观。 除此之外,也要根据整体的穿搭打扮,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穿的时候。 基本是无需考虑条纹的形式,不管是横条纹还是束条纹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严肃或者很板正的职场穿搭时,建议选择束条纹。 比较符合大家的审美观,而且也能显示出一定的精气神,穿着也很大气。 因此对于整体的穿搭来说,也能看出,迪丽热巴真没什么明星架子。 私服简单又随性,很适合日常穿搭。 其他条纹单品穿搭。 条纹马甲加条纹裤。 其实条纹单品真的有很多,大多在穿着上都能展现出一定的气质感。 而且上身效果也超级棒。 像条纹马甲,塑造出了穿着的精致感,还能带来一些复古的气息。 重点身色调的形式,也不会放大身材线条,穿起来超级好看。 而且整体同色系的穿搭,也能带来一些显高显瘦的作用, 穿起来很洋气。 条纹衬衫加纸筒裤。 条纹衬衫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单品,不仅能够胜任职场穿搭,还能显出一定的时尚感。 当条纹衬衫与休闲裤结合在一起的时候,不会显得穿着老土。 反而更加能够塑造一种时尚性,穿起来也很利落大方,重点还有质感。 无袖条纹裙。 其实关于条纹,它在色彩上也可以很多元化,而并非是黑白、蓝白、红白等等,它可以多彩。 像这种通过不同形式所展现的条纹形式,也更加的显出一份时尚感,而且也不单调。 同时,不同色彩间,也能摆脱素雅,既能充斥视觉的焦点,而且看着也更加大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